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耀科技 我是蒋哥林 2020年的12月初 高通推出了最新的高端SoC 并将其命名为骁龙888 按照以往的规则 厂家会选择在第二年的第一季度 推出搭载该芯片的旗舰机型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小米却选择在2020年的倒数第4天 轻装上阵 发布了数字旗舰小米11系列 来得比其他友商都快 竟然轻装上阵就要贯彻到底 小米11的包装盒非常的薄 大概只有小米10的一半 将手机进行独立包装 没有充电器和数据线 而55W的档花加充电器和数据线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索取 最主要的是充电器是免费的 并不需要额外的花钱 也就是说在购买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 我们这次拿到的是一台 胭脂配色的树皮版本 手感吸引你 尤其是在冬天这个季节 握持起来会非常舒服 并没有玻璃机身那么冰冷 和小米10一样 机身顶部配有扬声器开孔 但顶部的开孔相对要小一些 左侧印有哈曼卡对的logo 机器的正面是一块4曲面的挖孔屏 曲度比起小米10要小很多 看来从明年开始 手机的屏幕又将会逐渐变直 配合内置的握姿传感器 可以起到更好的防污处效果 分辨率上到了2K 并采用了最新的一丝发光材料 亮度与显示效果都有着不错的提升 屏幕盖板则使用了 看您最新的大猩猩玻璃 有着更加的抗刮和抗摔性能 我们用钥匙、螺丝刀和刀片对屏幕 进行了划算测试 测试的结果还不错 钥匙和兼日刀片对屏幕都没有丝毫的影响 不过在面对螺丝刀很用力摩擦的时候 留下了几处划痕 相信在日常的使用中 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吧 这次小米11同样采用了前后双卡设计 卡头外部是金属 框架为塑料材质 中间的隔板为金属材质 边缘有黑色的密封胶圈 由于我们这台机器的后盖是树皮 内里是塑料 比起玻璃后盖要更有韧性 平刀口直接从底部卡入 再借助拆机片沿四周划开 后盖比较柔软 为了增强内部的保护 几乎贴满了缓冲泡棉 相机模组外圈和后盖的外圈 也都采用的是泡棉胶 对于背部跌落起到了很好的缓冲作用 机器的内部为三段式结构 不同于小米10的竖板排列 相机方面也减少了一个人像镜头 同样从原来的竖板排列改成了类似L型的排列设计 其中微距镜头的开孔被进一步的缩小 相较于之前强调镜头个数 现在手机镜头布局会更重视美光与简洁 相信这种设计在今后会被越来越多的手机所采用 敲下CNC工艺的镜头盖板 闪光灯是独立通过排线与主板连接的 盖板下方对于每个摄像头的位置都贴有缓冲泡棉 上下总共17颗螺丝 有两颗黑色和一个银色不同规格 盖板的质地较为柔软 右侧为NFC线圈 后盖的背面贴有7处缓冲泡棉 还贴有较大面积的导电布 小米11的无线充电线圈 是我拆过的安卓机型里较为漂亮的 方方正正不砸乱 这一次也是升级到了50W的充电功率 外层非常的厚实 前后都贴有散热膜 摸上去的手感居然还不错 一项素的主色在整块主板区域的占比十分大 听筒 刺植 相比起来 旁边的广角和微距就显得小了许多 只有主色约1⁴的大小 断开电池 主副板连接排线和三根同轴信号线 取出主板 再断开前摄 微距及广角镜头 需要注意的是 主色排线被主板的铜箔包裹住 需要调断铜箔 方可取出整个镜头模组 三个镜头都是固定在同一个反管架上 主色背部连同排线都贴有铜箔 用来辅助镜头的散热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点 就在主板同轴信号线的座子旁 居然特别贴心的标有黑白狼三个汉子 防止在装配或维修的时候装出线 这在手机主板 甚至所有数码产品的主板上 都极其罕见 主板正面贴有大面积的散热铜箔 在屏蔽罩的顶部同样贴有缓冲泡棉 背面也同样贴有散热铜箔 铜箔下方浅色区域和上面长流的硅脂 出卖了CPU的位置 掀开铜箔后可以看到美光的长唇 下面压着的就是高通骁龙888 有意思的是长唇要比CPU短两节 而且这次小米竟然封胶了 CPU和硬盘都有做封胶处理 而718,347的跑分成绩 荣获安卓手机的榜首 为了测试这块CPU的最大发热量 我们将所有的铜箔和金属屏蔽罩 全部拆除 在没有任何散热措施的条件下 直接对这台手机进行跑分测试 骁龙888果真明不虚传 连温度都是扒开头的 当我将主板与VC军热板相连后 再次开启跑分软件 温度相差20多度 当然了这是在非常极端的条件下 在正常的情况下 CPU的温度早已被屏蔽罩 手机军热板和铜箔 以及其他的散热部件 横横的压制住 而我们在拆机之前 进行了一小时的 原神最高画质的实测 小米11对888的温度 控制的还是很可观的 最高温度为37度 主板的芯片标注 和所有的作者维修参数放图片 供大家参考 经过实际测试 单扣电池可以开机 夹电开机的电流 与以往小米的机型区别不大 都是200多起跳 而夹电开机会出现 漏股仿佛重启 这是因为CPU 没有识别到电池的数据 目前高端机对电池的识别 控制非常的严格 所以电池损坏 便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自行更换电池 或使用非原装电池 就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接下来拆卸硬盘 因为硬盘的一侧 并没有元器件 所以很好下刀 可以看到下面的胶 还是非常的厚的 夹电 开机看一下电流 再没有硬盘 或者硬盘虚焊损坏的情况 就是这个电流 100左右定住 一会再向上跳一下定住 长存还是比较好拆的 因为两边的位置比较大 CPU相对就要难一些 四周都有元器件 而且下面的胶 非常的厚 而且紧 较以往的小米机型 维修难度直线增加 但风胶对于进水来说 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安全性 将CPU清理干净后 跟邀请行上的芯片做一个对比 可以看到大小规格是一样的 主板的下方有一大块VCG热板 由于加入立体扬声器 听筒的大小可观 接着拧下机身下方的所有螺丝 分离尾插上的金属片 金属片下方贴有缓冲泡棉 位置对应的是副板和显示连接座 扬声器的侧边 还有一张天性小板 通过两根同轴信号线 与主板连接 喇叭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这支小米11的扬声器 采用了哈曼卡顿的调音 实际的外翻效果 放一段素材供大家参考 与你我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 直到思念从此深根 因为小米10的上下扬声器 采用了独立的设计 所以即便没有哈曼卡顿的调教 小米10在音质上的表现 都要优于小米11 断开两条主副板连接排线 指纹屏幕排线和一根黑色同轴信号线 取副板 副板被中框的卡扣固定 从卡扣处向上挑即可将其取下 副板上节省的天线 送化器 卡槽 Type之接口和充电保护电路 正方形的X轴线性马达 通过胶固定至中框 实际的震感效果还不错 揭开电池的一拉胶体式贴 向上拉即可轻松取下电池 电池的容量为4600mAh 最后将屏幕和中框进行分离 分离屏幕后可以在排线处看到 这块屏幕是由三星提供的 屏幕下方还贴有大面积的散热膜 对于相机的位置还多贴内层散热铜箔 上下有8处缓冲泡棉 小米11依然采用了超薄的 屏下光学指纹模组 模组镶嵌在中框下方 并集成心率识别功能 测量时将手指按压在指纹区域 15秒后即可得出当前的心跳频率 作为骁龙888的首发机型 小米11的拆解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 由于CPU等主要元器件 使用了点胶处理 对于维修难度来说 是要略高于之前的小米机型的 通过小米11我们也了解到了 骁龙888的真正实力 也得益于小米11的散热系统 在整机的热量控制上 有着良好的表现 对了 我们进行再拆台比较神秘的手机 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